大家好,我是对美食充满好奇的无所谓 这是北京我最不推荐的一家日本料理 因为我怕人太多越来越难定位 平时提前两周以上定位 如果是圣诞、元旦、情人节这类特殊日子 起码提前一个月 主厨宝哥 我一三年左右开始吃他的出品 他是第一个让我觉得 哇,原来北京也有这么精彩的日料 特别是他开创了自己的品牌之后 每次去吃都有新的惊喜 第一道是北海道松叶蟹蟹蟹腿 在开水中浸烫11秒 大约三成熟 底下是水果醋调的酸甜汁 上面点缀几朵紫苏花 作为一个清新行味的开场 非常不错 有日本最好的备餐炭 炭烤一下的,进香鱼中南 也是肯定搭配好味道 直接吃到喜欢的 最好就一口这样的,你点 好 逐渐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我完全猜不到他每道料理的创意和做法 让我有一种不安全感 吃到那个炭烤的香气了吗 一面轻微的炙烤 却能带来浓郁的炭烤风味 金香鱼中南经过首长 完全不像再吃一块鱼肉 舌头轻轻一抿 像雪糕一样化掉了 只剩下脂肪的香气 这个像脑花的物体是真雪鱼白子 白子是叙事待发的金囊 现在正当季 雪鱼白子的味道清淡 精神上的愉悦感多过味觉上的愉悦感 到12月中旬河豚白子就上市了 在古代也叫西施乳 是最高级的白子 到时候店里也会有供应 在宝屋经常能吃到新食材 新鲜乌鱼籽的口感 溏心黏糯 鲜味不如台湾乌鱼籽那么浓缩 但同样都是鱼味绵长 我觉得吃完了这个乌鱼籽 口腔里还有那个鲜味在徘徊 自身从清新的扇贝开始 注意看细节 刷上日本柚子的皮屑 将清新更提升了一个层次 肥美 我已经找不到语言来描述了 只有享受 很明显的甜味 这个是收成一天脑下 在零六个冰箱是收成的啊 先吃一块不要三块 凹虾仅仅熟成一天 口感变化很明显 更加绵糯 糯糯的鲜甜 第三种刺身给口感一些变化 爽痰的赤贝 现在冬天正是最好的季节 一点腥味都没有 鱼肉从味道淡的白肉鱼开始 牛尾鱼汉字写成永肉质紧实 一般都会像河豚一样薄切 口感跟河豚也很像 所以也叫下河豚 宝物的牛尾鱼经过一天的收成 不薄切也不会难嚼 至于味道嘛 跟河豚几乎一样 神不神奇 接下来是油脂更丰富一点的水蒸鱼 注意看细节 上面搭配的是姜蓉 而不是山葵 山葵会放大银身鱼的腥味 银身鱼跟姜啊葱啊会比较搭 水蒸鱼 上面开了一个五彩芝麻 这瘦成一天的 12月到2月份 水蒸鱼是最上等的品质 跟它的外形一样有一种冰冷的鲜美 泛着油脂的银色光泽 太迷人了 油脂慢慢递进 同样是银身鱼的大竹甲 这次配的是很细小的葱 这个大竹甲不要用山葵 因为山葵会让这种银身鱼会变得腥 所以它会配的葱 配点的葱 配点的葱 并不会配山葵 我带我妈来 我妈不吃刺身呢 她一吃她觉得很好吃 刺身的最后环节 金枪鱼大腩 配山葵和酱油 这个就是木光鱼 这个就是木光鱼 千叶的 这是我最爱的口鱼 这是四条鱼里面 因为它长不大 然后这都是剃完衣服一点一点 把刺拔出来 只有四条鱼 哇 我一夹就已经闻到那个炭炒的香气了 你们的汁都飙出来 好多汁 滴在我手上 这鱼肉的纤维非常的细 非常嫩 鸡尖刺很多的鱼 它的鱼肉才嫩 才鲜美 所以他们吃一点 就是专门有人来 一根根的把那个刺拔掉 我没空跟你聊天 没空跟你说话 因为吃完我就在回味一个味道 烤鰻鱼不是新菜 但这次他们改用也生鰻鱼 烤的方法也改进了 用高中低三种炭火来烤制 每一次来宝屋都有进步 用广东话说 我为他们拍揽手掌 倒根线的盐鲍 配鲍干酱 可有我脸这么大 煮了六个小时 质感很难形容 咀嚼的时候 鲍鱼的牙齿有一点Q弹的反抗 咬下去之后 它像高级干鲍的弹性一样 把牙齿吸住 Q弹吸牙 Q弹吸牙 这样反反复复 我完全张不了嘴说话 它全边好软喔 有鲍鱼 帝温曼煮八小时的北海道熔螺 搭配京都的海老玉 只用一点点盐来调味 这个就像广东的那个响螺螺头的迷你版 熔螺的韧和芯消失了 有股淡淡的清香 这芋泥有一点自然的 像奶油一样的味道 对 因为它只有是日本的芋泥 你会出来这种感觉 嗯 我两个会出不来这种滑度 然后跟那个甜味 没有 上擦手巾 寿司要开始了 每一罐寿司中间 你可以吃这个香片 来清烤 肉还是酸肉还是酸 对 跟你以前大部分一样了 第一罐 鲑鱼子寿司 刚入口有股 像米酒的香气 对 我是用塔吉的清酒 哦 用清酒 哇好厉害 哇 这个真是 又到了观察细节的环节 海胆寿司 用了北海道的子胆 和虾以马粪胆 被海盗 哇 哇 这么久不来 自己 两种海胆 双重冲击 旁边妹子跟我说话 我真的没空理她 只好不失尴尬的微笑 这哪里铲的呢 这哪里铲的呢 四郎 对 四郎 同款 四郎同款 哇 他旁边一吃的时候 我就听到脆的感觉 对 嗯 哇 扔了 你给我吧 好 多年不变的招牌 嗯 鵝肝手握寿司 据说是宝哥的发明 反正是我吃到过最好的 果然 这个海苔比之前的更 更脆更有质感 对 剩极的最高级的 这个 这个 这简直是饼干啊 哪里是海苔 看 看 你 你 有吃 有吃 吸 有吃 有吃 我 河牛眼肉 已经不用在乎是什么级别了 反正入口 没有一点纤维感 只有河牛脂肪的香气 今天都没有手握 都是军舰 感觉没吃手握 就少了什么 我现在越做越不想过来 越想过河河 你就给老客人捏手握就行 现在米饭酸醋应该是你们最爱的 但是这个吃 很漂亮的赤背手握 本来牛肉之后已经快结束了 但是没吃饱 老客专说 要多捏几罐寿司 继续 大竹甲鱼手握 这赤身颜色好深啊 对 收成了十天 收成十天 对 赤身手握的纹理 多么漂亮 米饭的量刚刚好 饭力松软 酸度刚刚好 衬托出鱼材的鲜美 我给你留个大招呢 好 大招大招 我这汤叫留一会儿再烤 这汤我尽量尝一下 这汤我跟原来不一样了 汤我是用的野生的黄鱼 钓了一个高汤 好甜啊 对 野生黄鱼 小黄鱼 这边的小黄鱼 然后直接给它烤干的 油 全都烤干的油 然后热水直接下黄鱼 好 谢谢宝哥 那个我的超级夜宵 超级夜宵 超级夜宵 哇 这个是宝哥的超级夜宵 金枪鱼大南尼手卷 在别的地方绝对吃不到 河豚白子什么时候有 一个星期以后 一个星期以后 好 攒钱吧 一个星期以后 最后甜品是蜜瓜配清酒酒糟 冰淇淋 大家觉得这个套餐 1200一位值吗 16年 宝屋刚开业的时候 有很长一段时间 价格是698一位 大家吃完都说 涨涨价吧 太超值了 即使现在涨到1200 我觉得依然是北京 性价比最高的日料 我是无所谓 一个要减肥的吃货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 关注转发 这对我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